吃饱 要去干活了 停活 谁说农村的姑娘干活就不能臭霉了 美丽现在要去建个厕所了 要去挖个坑 然后这个是搭上面的 然后这两根棍子做一个三角支架 吃饱就要开始干活 孙子吃了一桶方便面 为什么要建厕所呢 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帐篷跟吃饭的地方 还有钓鱼的地方真的好远 这个是我的帐篷 我准备是建了这里的 然后这里可能离我的帐篷太近了吧 虽然我是准备建了这里 这刚好有个石头挡了 然后这个面从另外一边 就反正没人看到那边 然后只需要建一面就可以了 虽然在下面被人家上个厕所过后 先把这里缠了 缠到现在开始挖地 然后我的锄头已经带好了 美丽建这个厕所并不是单纯的为自己 觉得女孩子在外面上厕所不方便 是觉得大家这边钓鱼的十来个人 都在外面上厕所 这个环境影响太厉害了 你看我准备建厕所的地方 这边也有人大小便 然后帐篷的附近全是餐饮子 然后就准备做个铲食馆 把他们那个什么水地大升了 然后就给他铲了 然后重新在这边建个厕所 虽然这个不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刚刚才开始打 你看我的手 就被弄了这么大个血口 好痛 先把这一块挖平吧 看看这个怎么搭 第一次自己建厕所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不知道怎么弄 我不能放弃 不知道这个怎么支 支了好几遍 现在你看我又支了好几遍 又不行了 看下我这个厕所怎么搭的 主要是这边全是石头 下面都是石头 然后这个木头很难打下去 本来我要搭起 然后这上面全部干那个树枝 然后这一遍就不用管了 但是目前是这个棒太矮了 然后必须要挖这么深 然后这边很难挖下去 那么就搬石头把它砌出来 砌这么高 这个有点累 到底是弄树枝还是用石头 这附近都有很多这个雨线 是可以用的 这个网看到没有 这个是可以拿来绑木头的 什么都有很多网 看我大的房子 现在就差半点石头 把下面勒起来 然后中间挖个坑 反正对面没人看 这边可以不用打了 刚刚搬石头手都扎了 还要继续搬石头 这个活都没有人帮我干 自己来吧 已经建好了 再搭上一点树枝 完美搞定了 终于一个人干了这个厕所 现在没人要挖坑了 我这是为人民服务 不是为自己服务 因为这边钓鱼的人到处上厕所 弄到到处都是这个环境 就被这么污染了 哎呦 妈呀 明天来私下我挖的坑 哎呀 你看这个怎么样 哈哈哈 是不是大的一点 哇 我也觉得这个土 是土啊 这怎么弄 不是你可以 弄两根粹的棍子 这种搭过来 看经过美丽改良以后 搭一个木头 然后那个腿短的 就这么蹲着 腿长的就可以这么卡着 这个坑肯定不够大 这么多人 美丽这个厕所 我感觉一会就撑不起来了 这个狂风暴 一会就给我吹塌了 我要上去把这个洞挖深一点 怕下雨的时候 这个水就漫出来了 然后漫下去 就漫到我帐篷里面去 哈哈哈 这是我制作捏不可活吗 你刚刚把厕所建完 就下大雨了 下雨就喝点茶了 不懂城市的工夫茶 我只懂大碗汤 下雨就黄高大 有风暴 鸡血 他也闻了 下雨就走 你啊 感谢观看